- 新北之音- 歡迎來到台灣民眾黨的新北之音 - 大家好,歡迎來到台灣民眾黨的新北之音 - 我是發言人千芹 -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請到的是三重獨州最帥的議員獲選人陳俊玲 - 大家好,我是三重獨州陳俊玲 - 以及終於久養大女很久了,聖梅姐 - 哈囉,大家好,大家都知道我是滅絕師派 - 在我底下是不太有活口的 - 就要看看今天陳俊玲能不能活著走出去 - 但我剛剛對你的介紹有點疑問 - 最帥的陳俊玲是戴了口罩之後對不對 - 好啦 - 還是要那個拿下口罩看一下 - 其他的戴好口罩 - 總之就是最帥的最帥的 - 這樣我就記得了 - 又帥又高 - 那我們就是都知道就是俊玲他的爸爸是三重獨州的里長 - 已經擔任過七屆了嘛對不對 - 總共這樣才40塊30年 - 對,差不多28年,29年 - 對,然後 - 你從來就是在非常鵝鵝木蘭的環境之下長大 - 其實我之前有去認識剛好一些三重獨州的一些協會的一些會長 - 是 - 然後他們就是知道我是滅絕黨 - 他們其實都有聽到你 - 就是不是我主動講 - 是 - 他們就是我想說 - 就是三重獨州有一個你這樣子的一個人 - 然後他們就是跟我講說 - 他們很好奇你怎麼會加入滅絕黨 - 因為其實他們說就是 - 你在這個地方其實已經隔離非常久了 - 而且你藍綠的能賣都非常非常的強 - 然後他們就是還蠻好奇說 - 你怎麼會加入民眾黨 - 然後我就覺得 - 我跟你有這樣的疑問的 - 就是因為你是科粉嗎 - 還是說你是特別認同民眾黨的價值 - 應該是這麼說 - 我覺得 - 我很認同柯主講的一句話 - 就是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而不是喊口號 - 因為這句話 - 我覺得這才是台灣政治最需要的 - 而且是讓人民最想要的 - 因為之前的口號政治 - 很多政治的人都會說 - 什麼事情是我做的 - 但是沒有做好就是沒有執行力 - 但是我看到了 - 因為從小我在父親的身邊 - 擔任 - 我不一定擔任你了這麼久 - 那其實我在身邊其實都會幫他做一個基層的服務 - 因為理想是最基層 - 跟民眾最貼近 - 那在這個貼近的過程當中 - 其實我對政治其實 - 就是我知道就是服務要我自己做 - 就是對基層的人想要的 -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民眾黨這一個主要的原因 - 因為我父親也認識了很多有關於國民黨 - 或是民進黨的這些就是一些好朋友們 - 那我會決定來加入民眾黨 -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原因 - 就是真的希望民眾黨可以讓台灣有一個新的未來 - 但是... - 你說你說 - 你說 - 我好奇的是 - 是 - 對... - 就是柯主席說這個話其實感動了你 - 是 - 那... - 但是接下來你要用什麼去感動選民呢 - 因為大家都知道 - 大家知道現在其實選舉爆炸 - 是 - 無論是國民黨也好 - 民進黨也好 - 甚至是實力也好 - 是 - 他們本身也提名了蠻多後起之秀 - 是 - 甚至很多政案二代 - 比如說爸爸可能是議員 - 或者爸爸是市府的官員之類的 - 侯家軍、韓家軍、什麼家軍都有 - 侯家軍自己也有推人 - 然後三重圖國真的又是非常非常綠 - 是 - 就是很多是都南部上來的 - 是 - 但是除了說你想要用行動力啊 - 跟勤勞來打動人之外呢 - 就是你之後如果大選之後 - 你有沒有一點比較具實的一些政策 - 政策也有啦 - 其實我們目前其實我們團隊都還在歸納所有政策 - 其實政策在即將我們會廣告 - 對 - 那因為在整個選舉我們是有策略性的手法 - 第一個我要先得到就是所謂人測的問題 - 先讓民眾認同我 - 我是具有一個執行力又很 - 就是很有親和力的人 - 大家看到我先熟悉我 - 我常常跟他講說 - 你們必須先認識我 - 好 你們必須先認同我 - 我這樣講政策你們才會聽 - 這是我現在做的第一個執行動 - 不然我講了這麼多 - 其實他們不認同我 - 不認識我 - 其實我給他一張DM - 他們就是隨手丟掉 - 他們是沒有不會想去閱讀的 - 那針對於這件事情 - 我們接下來的政策其實我說一定好 - 我們會按照我們三重如中 - 每個民眾的需求 -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- 其實我都在做靈聽的動作 - 我都在聽民眾需要什麼 - 我開客廳會 - 然後人家反映一些 - 目前地方上的需求是什麼 - 其實我都有主表列出來 - 那我現在要淘擠了 - 是 - 因為他一副兄弟我成徒說 - 我都有靈聽對不對 - 是 - 那現在告訴我 - 三重如中最大問題在哪裡 - 三重如中最大問題在哪裡 - 三重如中 - 有沒有說你都不知道 - 來 我先說 - 三重如中其實的問題 - 我們就第一個叫做老宅的問題 - 渡舟就是海沙屋的問題 - 老宅跟海沙屋其實就是民眾 - 他們想要做一個變革叫做四樓 - 四樓可以改變 - 再來就是我們的 - 還有排水溝的問題 - 雞肉排水溝污水處理管 - 其實這是里長一直在反映的 - 為什麼政府沒有辦法這四項補安承諾 - 但是我們也去了解了很多細項 - 因為有分工具 - 跟私人民間大會的部分 - 這都是我們開客廳會收集起來 - 所以我們針對這件事情 - 我們一一推入做出過 - 還有就是我們公廟宗教的問題 - 其實大家 - 公廟宗教有什麼問題 - 三重如中 - 目前是三重如中的 - 我們特別三重 - 應該是宗教公廟密度最高的 - 公廟最多的 -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去耶 - 那有什麼問題 - 你那麼多廟就很好啊 - 我也覺得很好 - 但是有人就來 - 知道 影響社區的一些 - 其實很多可以把它黑化 - 就是說我們資產不好是因為公廟 - 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 - 這是一個叫做 - 我覺得是一個傳統文化的傳承 - 怎麼樣去把它改變成創新 - 這是我覺得三重如中 - 其實有很多 - 這很難耶 - 公廟怎麼樣改變成創新 - 總不能把那個神給搬走吧 - 不是搬走 - 是怎麼樣就是說 - 讓這個宗教的文化 - 變得比較多元化 - 就很像日本的祭典 -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是可以拿來做一個多元化 - 可以有單純化 - 是吧 - 而且可以提高民生經濟 - 但是我覺得可以融合我們的夜市 - 我們的海岸線 - 跟宗教一起帶動 - 變成一個觀光這樣子 - 是是是是 - 這樣地方媽媽聽懂了 - 是 - 你前面講了半天 - 我要拜媽祖 - 不能進去 - 拜全天上帝不能進去 - 不是這樣 - 九天選你最近比較好 - 你也知道九天選你 - 今天有降落嗎 - 好像我聽懂 - 對 - 就是有點像是板橋的 - 像是聖誕節 - 然後三重中間 - 把它規劃成一個廟會 - 對 - 像是一個宗教活動 - 帶動光光 - 民生經濟 - 地方反應 - 這樣還蠻好的耶 - 然後市政的一個市容的改變 - 其實都是需要 - 會過政治力 - 然後地方的 - 像地方的市議員 - 跟市政府公共 - 要不然去落實 - 那我還是忍不住要搞你 - 說三重公廟多 - 有沒有特別值得去參拜 - 或你印象深刻的大廟 - 或什麼神明之類的 - 我講三重有一個叫仙宮廟 - 它這個是一個 - 它是一個在中正北路的一個 - 它可能怎麼說 - 它是一個 - 不是仙色宮 - 仙色宮也是 - 但是仙宮廟大家 - 因為我講大家什麼叫不知道 - 叫仙宮廟 - 它這個仙宮廟其實就是很像 - 就是很像一個意境 - 進去就是世外導人的概念 - 我怎麼沒聽過 - 可以來來來 - 它可以放我們過去 - 加五分 - 仙宮廟找得到 - 很好仙宮廟 - 很好仙宮廟 - 可是它有趣啦 - 蠻推薦仙宮廟 - 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玩意 - 就是你看 - 這麼多一個繁榮 - 整次進來出去吃一個意境 - 棒 - 真沒聽過 - 下次帶我們一起去 - 可以啊歡迎 - 我可以當導遊 - 好 - 在那裡跑了那麼久了之後 - 你有沒有覺得說 - 你自己這樣跑下來 - 你自己是 - 最符合誰的口味 - 就是你會覺得哪一部份的族群最喜歡 - 你覺得說是屍奶啊 - 或者是小妹妹啊 - 還是就是 - 男生群體 - 就說他本事族群都集中在哪裡的 - 其實應該就是一些 - 媽媽們 - 媽媽們 - 媽媽看起來很特別親切 - 尤其就是 - 媽媽們去買菜的時候 - 會打招呼 - 拍照啊 - 什麼他們都很開心 - 所以就是 - 就是婦女票 - 不用光子說啊 - 那你了解媽媽們的需求嗎 - 尤其現在又是個女力的時代 - 因為很多家庭 - 第一可能就是擔心媽媽媽 - 或者是家庭裡面呢 - 很多的經濟的重擔也都在媽媽身上 - 還有媽媽光是買菜 - 還有一堆問題要解決 - 那你知道怎麼解決媽媽的問題嗎 - 基本上就是地方 - 就是媽媽我覺得 - 就是有分年輕 - 跟比較年紀大 - 就是有分年齡層 - 像年輕媽媽就比較擔心 - 就是一些工作啊 - 所有的問題 -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我一直在關心的 - 因為其實三重其實很多的小學 - 其實部分的設施是保費的 - 那就是說看怎麼樣去改變 - 可以提高就是我們公多的一些學校的比例增加 - 就是充分利用這些設施 - 對 公共空間 - 設施 - 然後再來就是年紀比較大 - 大一點的 - 就是還是擔心他的小孩 - 能不能結婚 - 身分小說 - 這個你也能包辦啊 - 就是我 - 你會不會做得滿得多的 - 他會關心啦 - 那你能幹嘛啊 - 沒有就一樣去關心怎麼樣落實政策 - 可以讓他們趕快結婚成家 - 讓爸爸媽媽不要擔心 - 對 然後趕快生育 - 生育的政策有什麼 - 這應該去拜月老吧 - 還有住生娘的 - 其實有拜月老這個 - 就是說議員其實 - 有時候也要做很多這些 - 你知道好 - 就是解放剛剛說土地公要做事 - 月老要做事 - 跟住生娘要做事 - 是這樣嗎 - 好好 - 差不多要做 - 他們跟關心就是你講 - 對呀 - 你在結婚有沒有成小孩啊 - 怎麼樣可以讓他們買房啊 - 這些都是一些很基本的生活問題啊 - 對呀 - 就是媽媽他們也比較會 - 常常在聊 - 對呀 - 其實我覺得能打入媽媽的組織是最好的 - 尤其是媽媽有的時候 - 甚至一人就是一票等於四票 - 就她回去已經講說 - 也要投那個健林啊 - 什麼什麼之類的 -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選舉 - 其實能打到媽媽的組織是最好的 - 但是你也知道現在民眾其實最關心的就是快篩之亂 - 因為我自己出在中山去 - 然後我大概是前兩個禮拜 - 我那就是有點不舒服 - 我就去跑了六加藥局 - 真的都沒有跑到 - 你都沒買到喔 - 對啊 - 然後我後來又是隔了一週之後我又去跑 - 然後那時候她就開始跟我講說 - 你要下午兩點去跑一排 -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也要上班 - 不可能說我們就走了嘛 - 對啊 - 其實我們就覺得現在這個問題 - 就是非常非常嚴重 - 而且最主要是最近其實 - 中央呢 - 就是一直把這個鍋丟給阿伯 - 但市長你知道這個其實有一個bug - 就是這樣子 - 你知道其實 - 他們現在車一代代的風向是說 - 欸大家快篩不夠 - 這邊台北市買的不夠 - 但這個完全有非常大的漏洞 - 因為其實 - 我們地方買的那個快篩 - 是給就是說一些 - 像是一些 - 學校阿 機關人員所需要的 - 然後如果現在藥局阿 - 全部都是的快篩應該都是由中央來提供 -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把那個鍋 - 全部都在甩過來的地方政府 - 因為他們自己 - 也知道大部分他們做得不好嘛 - 他們又不誠實 - 然後就一直不停地甩鍋 - 然後我想問你說 - 你在三重阿 - 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狀況 - 你就大家 - 民眾對於快篩的一個感覺 - 來的到嗎 - 其實快篩阿 - 其實講這個我特別有發 - 因為我真的就是在地方上 - 我只要看到哪裡要局了 - 哪裡有排隊 - 所以我就去發口罩 - 我就跟他們說你們辛苦了 - 我們排隊 - 然後買快篩 - 其實就是真的民怨士氣 - 那這個快篩之亂 - 第一個我們實際的走訪我們的地方 - 其實中央真的要派人來地方合法 - 了解這個地方的需求是什麼 - 對 - 他們要知道 - 因為他們都用他們的想法來看待地方 - 讓地方真的亂了手腳 - 那我們在於就是說 - 我們去了解他們的那種想法 - 為什麼快篩人家國外很多政策可以提供免費的 - 然後我們台灣為什麼不行 - 那為什麼要排隊 - 為什麼不來一些真正的好的政策 - 像說是怎麼 - 下面有給了很多建議 - 但是這些建議就是說希望政府 - 他們應該要去做到說民眾想要的東西 - 而去做執行 - 就是說第一個免費快篩 - 第一個是我們落實真的是 - 我們地級需要的人先協助 - 可能身體不適的啊 - 然後通知林里長 - 他們很希望林里長可以介入協助的地方 - 然後不是全部就給藥局 - 藥局的人很難 - 他們一次就是78坪 - 很多人排隊到地 - 爆買牌很長 - 發發發到一半 - 可能到78後面的全部沒有 - 他們非常的沮喪很失望 - 就是說我們今天排了又沒有解決 - 但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政府 - 我們中央政府用去思考的 - 它鎖這些快篩 - 然後又做了這些事情 - 然後所有東西甩鍋給地方 - 所有都是病毒的問題 -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不值得的一種做法 - 那在這裡一定要來一個臨時考題 - 既然就是說 - 因為郡林的爸爸在地方上服務這麼久 - 因為里長擔任那麼多年 - 等於從小到大都看到爸爸在服務這些盟眾 - 我們剛剛也在聊到說 - 其實在疫情將近快三年的時間 - 里長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- 真的真的很辛苦 - 那我最近也看到 - 我必須說這個快篩之亂 - 真是讓人非常的深惡的同學 - 就覺得政府該做的部分 - 其實都沒有做到 - 甚至到我們當下 - 剛剛也提到 - 根本 - 我可以去排啊 - 問題是排了三個小時還買不到 - 那你知道那些媽媽 - 或者是家裡有老人家 -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通的 - 那我還看到很多新聞是這樣的說 - 如果現在有一個人 - 他養親了 - 然後確診了 - 然後他打去19222沒有人理 - 打去衛生局打不通 - 現在都是這樣 - 基本上我看到所有新聞都是這樣 - 永遠打不通 - 但我也不怪你們啦 - 因為真的是人力不夠 - 政府做的也有限 - 如果他來跟你誠情就是說 - 現在沒有人要理我 - 然後我發高燒 - 是 - 那你現在已經是議員了 - 我又是你選區三重的出兵 - 你要怎麼出兵過 - 我最近也接受蠻多種主機的案 - 真的喔 - 對 - 這樣 - 就短短這段時間已經死了 - 不放手 - 不是真的喔 -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 - 其實我一開始我就是先打電話給19222 - 還是協助他先聯繫 - 對 協助 - 我先聯繫 - 我不管多少時間我都會親自打電話 - 以後最久等了快一個半小時 - 他們終於接電話了 - 然後他們跟我接電話的過程當中 - 其實 - 就是 - 直接跟我講說 - 我們這邊是衛教單位 - 我們這邊只能協助你發佈 - 所有中央的政策 - 那要不然怎麼辦 - 一直發說要去喔 - 那我說 - 那這個怎麼直接 - 病毒又不會等你 - 那我們直接我們主要要找的協助人員是誰啊 - 他說 - 請問你位於在哪個現實 - 我說在新北市 - 然後說新北市的部分的話 - 就請你麻煩聯繫 - 聯繫衛生局 - 那我就說 - 喔好 - 那因為你覺得窗口呢 - 他說如果是假日的話 - 我們也不確定衛生局人沒有上班 - 但是呢 - 你可以試著聯繫看看 - 然後我們再請衛生局 - 衛生所的人通知 - 那通常有的人我會請問就是說 - 欸你們有沒有其他人可以帶我幫你處理 - 那我們就會趕快的跟我們去工作做一個聯繫 - 我們去找其實真的蠻好的 - 他說我們真的忍應不住 - 我們志工真的有限 - 但是呢 - 我們在這個最短的時間內 - 我們會用裁程的方式去協助到每一個人 - 完成他們想要的 - 盡量滿足 - 因為真的 - 中央跟地方不同標 - 很多事情亂成一塊 - 那真的只能用在他們最大的能力值 - 來協助到對方 - 嗯 - 目前我遇到這樣的狀態 - 那我也會就是真的 - 就是親身下去協助 - 然後詢問 - 告知方法 - 因為之前每個禮拜都有不一樣的政策 - 那其實我們在地方 - 我們真的要執行其實都很困難 - 很難執行對不對 - 很困難 - 第一號電話 - 這跟上 - 舊法跟心智又不一樣 - 或那個天數又不一樣 - 這就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- 對 - 那我們就一直在 - 多領息改 - 對 - 一直在改變 - 然後一直在 - 是嗎? - 在測試我們的應變能力 - 對 - 就是中央的那個政策非常多 - 然後照下面其實類的都是下面的基層 - 還有地方的人民 - 其實我前幾天有去急診 - 因為我是有一天躺在床上三天 - 然後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 - 就是量能認證完全不足 - 因為其實快載四季就是真的很不夠 - 然後大家其實 - 有時候大家都打滿371 - 其實病毒量可能很低 - 然後測不出來 - 所以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去急診的時候 - 我是有燒到38度 - 然後他就說 - 因為現場就是很多人是倒在地上 - 然後說已經40度39度 - 然後就是很多是這種 - 然後但是還是塞音的人 - 然後那個計診室就說 - 現在其實38度已經不算發燒了 - 就是我就覺得現在醫療是完全崩潰到一個不新 - 然後完全看不出來 - 到底政府的超前部署是部署在哪裡 - 就是也沒有疫苗沒有口罩 - 這次沒有疫苗沒有口罩 - 然後現在是沒有快塞 - 然後我相信以後的 - 現在狗不要可能就是沒有準備好 - 那你知道大家最近有在講那個 - 就是之前BNT嘛 - 郭隆說買BNT - 然後結果政府就一直說 - 什麼各種理由啊 - 然後打 - 一直卡他 - 對 各種卡 - 然後最近就是有泡菜店嘛 - 泡菜小吃店 - 拿到那個資格 - 結果城市就說 - 大家不要出來斷啊 - 就是這個大家都需要 - 然後那時候這個什麼 - 那個高燈啊 - 就是說自己不出來之後 - 他就說 - 你看你們看我們1700萬劑又沒有了 - 這樣子 - 然後最近那個浮佑達 - 浮佑達又被發現 - 其實就是高端 - 對啊 - 在同一群人 - 對 - 所以你覺得這個到底在幹什麼 - 應該很有感吧 - 很有感 - 這個其實我就覺得 - 這個就是 - 他有 - 之前有題目有一個叫做綠油油 - 綠油油 - 就是民進黨的好朋友 - 親家 - 綠油油 - 那再來另外一件事情 -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說叫綠油精 - 就是綠油油裡面的精英部隊 - 才能做的事情 - 對 - 可是他們其實 - 民眾對於現在這個 - 他們怎麼成超透氣 - 真的是無關 - 無改 - 他們希望就是說 - 你懂他給我東西 - 給了我之後我再給你做檢討 - 對 - 我覺得是民眾 - 是先要滿足民眾的需求 - 那我們怎麼講就是 - 大家都說綠油油要什麼都有 - 我們柯油油要做什麼都沒有 - 就是怎麼這麼做 - 對的你不能 - 對 - 那就是說因為 - 我們去年9月其實 - 我們的紅台的 - 就是紅台的子公司 - 的一個員工確診 - 然後他跟了這個 - 附加生計 - 有做了一個 - 脫移的機器的那個測試 - 其實我們台灣就是有這個技術 - 那知道我們 - 要跟病毒共存的時候 - 其實我們真的要超前部署 - 就要利用這個技術 - 來做這個唾液的測試 - 那一個刺激 - 但是卻沒有去發展我們國內的 - 反而交給這個綠油金的團隊 - 去引進了 - 台灣的這個民眾 - 對 - 希望你趕快把民眾的需求先打到 - 讓人家不要再排隊 - 排隊排到確診 - 排隊排不到東西 - 真的是我們這個民生的問題 - 跟真的搞得民不了生 - 對 - 所以我覺得是很多在於就是 - 我們像打個比喻 -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口罩 - 口罩之亂 - 對 - 口罩國家隊徵收 - 大家在排隊 - 再來是疫苗 - 疫苗就是我們政府買不到 - 民間企業買了 - 然後又在那邊煮菜 -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的快摘機之外 - 所以他們所謂的超前附屬 - 其實根本就沒有附屬 - 就是口號正直 - 但是我好奇就是說 - 如果以你每天六點鐘 - 你就去送老人家去出遊 - 因為現在比較少了 - 比較少 - 然後菜市場還是要去嗎 - 因為沒有東西吃種東西 - 對 - 你在菜市場有沒有常常聽到這些 - 阿伯阿阿嬤阿 - 或者是家庭主婦 - 不會跟你抱怨這件事 - 比如說 - 唉唷 年輕人 - 我都買不到快摘啦 - 阿這個政府怎樣 - 你有沒有聽到他們 - 他們到底都在講什麼 - 他們有對這件事情 - 應該是很生氣吧 - 很生氣 - 他們有時候常常會講說 - 我們需要快摘 - 我們要 - 但是我們買不到 - 而且排隊排沒有啦 - 他們都會這樣講 - 整天排隊排這麼長 - 排得都確診 - 他們的意思都是這樣 - 就是說 - 今天政府要給我們東西 - 對不對 - 你不是說 - 叫我們去排隊 - 然後給民眾自己在那邊自稱自滅 - 然後就說沒有就沒有 - 我也沒辦法 - 就是會有一種 - 民眾很出途 - 因為無奈 - 這個就真的是滿意大 - 真的是無奈 - 就是在於無奈的情況之下 - 民眾 - 又說 - 那也沒有什麼辦法 - 也可以反應 - 就是說 - 讓政府 - 有沒有什麼政策 - 可以讓每個人民 - 都可以拿到快摘機 - 欸 - 或是家裡有迷力的人 - 如果說真的是像那些 - 像是獨居老人 - 那些人到底該怎麼辦 - 我們其實就是有一個方法 - 這也是你們三重獨舟 - 有很多獨居老人吧 - 有 - 有 - 三重的其實就是年齡層偏大 - 對 - 然後這樣就賺了50% - 所以你不能只照顧媽媽喔 - 也要照顧這些老人喔 - 有 這些老人 - 要怎麼辦 - 這些老人家其實我也特別關心 - 就是說 - 像很多 - 他們獨居老人 - 其實打電話來 - 如果來我們服務處 - 我們也會去選擇 - 因為畢竟我們先尋問離帳 - 我們會尊重他們自己的地方離帳 - 就是說你們現在有這個 - 他們知道 - 他們知道 -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樣來進行共同協助 - 讓他可以通知區公所 - 如果說他們能力上有不足的 - 如果我們服務團之外 - 可以協助幫忙代替快賽都可以 - 只要有要求 - 我們能盡量盡量 - 盡量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- 去解決他的問題 - 聽起來是真的還沒有準備的 -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剛剛那題算是 - 沒有真的沒有 - 就是是體外 - 我剛剛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- 然後突然就覺得 - 欸 俊尼真的是有準備好耶 - 讓我覺得哇 - 這是臨型初考題的概念 - 這是初考題的概念 - 老師他有在做 - 對阿 - 那其實像三重你剛剛講到說 - 最多的第15也是 - 比較是周寮的人 - 是 - 然後以及新移民 - 對 - 然後還有一些年輕人 - 那就是說 - 如果說之後你已經是 - 已經是議員了 - 你有沒有覺得 - 會想要在三重發展哪些產業 - 就是說或者一些政策啊 - 補給一些年輕人啊 - 或者是新移民的一些就業之類的 - 其實我覺得如果要按照產業來區分 - 其實我覺得三重是一個真的一個 - 第一個它是一個很適合民眾來玩的地方 - 我怎麼這麼說因為 - 三重有什麼我在中和長大 - 我都覺得我們中和還有圓通寺 - 我這就要抱怨 - 三重是哪有哪裡可以玩 - 三重民眾會打我 - 三重有三個夜市 - 三重有優美的河岸線 - 有中校馬頭 - 有大都會公園 - 然後還有蘆洲的微風運 - 一個微風運動 - 微風合體公園 - 再加強它的觀光的辨識度吧 - 對不對 - 其實三重的河岸線很漂亮 - 所以我常常我最喜歡的就是見總 - 就在河堤上裡面就是走 - 從三重口到蘆洲 - 會用蘆洲走回來 - 對 - 但其實我都常常說 - 我們三重蘆洲有這麼美麗的河岸線 - 怎麼不好好的發展 - 都感覺好像可以發展 - 但是就是還差那麼一點 - 那還有就是我們三重蘆洲有很多好吃的在地 - 哪些人啊 - 不知道我很多了 - 川蘆肉飯 - 有金大 - 有店小二 - 有五燈獎 - 還有我們還有火花煎 - 還有夜市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 - 像脆腸啊 - 還有炭烤雞排 - 很多好吃的東西 - 都可以來啊 - 還有我們三重的正義北路 - 還有一個就是草米粉和華紫根 - 然後我們錄好了 - 真的講不完 - 哇這草米粉就讓我覺得餓了 - 但是因為剛剛你提到的這些啊 - 我說實在的 - 因為我們都要強調它的區隔性 - 比方說你這些美食可能搬去台中的東海商圈也是類似這樣 - 那在三重它有沒有什麼一個獨特性 - 我必須說 - 因為早年呢 - 大家一直覺得在新北市三重這一塊 - 它都外來人口比較多 - 是 -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它就是在工作的 - 那比較沒有去強調它在地的文化 - 可是這樣聽你說其實三重本身還是有它的美就是了 - 是 - 它還有沒有什麼更不一樣的地方 - 蘆洲也好三重也好尤其是蘆洲 - 我一直覺得住在蘆洲的民眾 - 你其實要面對的是房價越來越高了 - 可是好像它又沒有辦法跟像板橋啦 - 中和啦這些地方去 - 你覺得三重跟蘆洲它面對的是什麼問題 - 那它又有什麼地方是跟中和板橋不同的 - 你知道啊這一題是這樣啊 - 就說我們兩個都是美女 - 雖然我們一定有不同的特色 - 是 - 要講得出來喔 - 講得出來你就會在哪裡 - 你知道了嗎 - 蘆洲其實在於蘆洲啊 - 蘆洲其實它有一些像紫荊城 - 還有蘆洲理宅 - 紫荊城喔 - 它有一個這樣可以 - 這是什麼啊 - 不知道吧 - 歡迎來帶你們去 - 喔對不起蘆洲的朋友了 - 這是什麼東西 - 紫荊城博物館 - 對 - 是 - 然後蘆洲理宅啊 - 蘆洲將軍族啊 - 這些東西都在裡面 - 喔這是古蹟對不對 - 對古蹟 - 對 - 所以蘆洲在於 - 蘆洲就是有一個叫做 - 就是它的整個 - 它的其實蠻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去的 - 那再來就是我們蘆洲 - 再來就是它的那個蛋仔麵 - 很有名 - 對 - 除了蛋仔麵以外 - 還有這些古蹟 - 然後還有永遠士 - 你這個我就知道了嘛 - 每年永遠士要出國運前 - 我就有這個概念了 - 很棒耶 -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 - 它在蘆洲 - 對 它在蘆洲 - 而且永遠士是一個古蹟 - 因為它這個廟宇其實非常久 - 因為它的歷史文化 - 對 - 喔對嘛 - 還有中藝廟 - 中藝廟的話 - 中藝廟的周邊有很多小吃 - 中藝廟那個小吃啊 - 它呢有個快餐 - 你說中藝廟是廖天丁那個 - 不是 - 它在蘆洲的中藝廟 - 這是蘆洲 - 它的那個小吃啊 - 都很像去 - 好像來到了香港那種 - 去吃那個 - 大拍檔 - 香港的概念 - 很像 非常像 - 這要不是透過駿林 - 我大概就 - 真的齁 - 我不是忽略 - 是說我們就沒有辦法去想 - 原來其實蘆洲很棒 - 有古蹟又有美食 - 是 - 三重就是我剛剛講的 - 因為它早期的發展嘛 - 我剛剛一直提菜鳥 - 只叫菜鳥 - 現在還有嗎 - 有 - 真的齁 - 有一個在菜鳥結實在 - 對 - 那三重應該有更多的 - 可以發展的觀光和美食 - 對 - 沒錯 - 其實我覺得三重蘆洲真的很適合 - 就是做這樣子的觀光發展 - 然後配合在地的文化 - 就是它的傳統文化 - 以及它一些民政武器 - 像我剛剛講的仙宮廟 - 這也都是一個 - 比較特殊的地方 - 還有一個蘆洲的神將文化 - 什麼叫神將 - 神將文化 - 那也是一個我們台灣的文化傳統文化 - 對 - 那我就覺得你們三重蘆洲的議員 - 這些要打屁股耶 - 因為聽它講的蠻不錯的對不對 - 對 - 我們為什麼沒有在媒體上去關注呢 - 大家都只在乎可能是白沙屯嗎 - 大家嗎之類的 - 其實宮廟文化它也是一種傳統文化 - 像你講的神將文化 - 讓我們結合在地美食 - 是 - 對不對 - 那你一定要答應當選的 - 我們這票投下去 - 你要 - 沒問題 - 要把它的特色講出來 - 其實我最想要在三重蘆洲發展祭典 - 對嘛 - 總共每一年都是青山祭 - 對不對 - 被炸到滿頭 - 繼續 - 我說的是台北喔 - 我想要在三爐辦祭典文化 - 類似像日本的祭典 - 其實那種 - 對啊很棒 - 我之前常去日本玩 - 他們的祭典文化其實真的是非常的熱鬧 - 而且把傳統文化非常完整的呈現 - 而且你可以凝聚我們真的民族性 - 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- 然後可以 - 現在其實很多人與人之間的 - 越來越大 - 但是你說這個活動 - 民族信仰跟民生的 - 都可以拉起他們的凝聚力 - 這是第一件事情 - 然後可以推到國際 - 讓人家知道我們的宗教文化 -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- 其實可以透過三重移舟 - 很漂亮的核案線 - 來做這件事情 - 然後可以吸引到 - 不只是國內其他區域的人 - 來三重移舟觀光 - 如果以後疫情開放 - 順便也可以吸引到很多海外的人 - 可以到三重移舟 - 因為現在是後疫情時代了 - 大家也知道嘛 - 然後國際上很多國家都已經開放了 - 慢慢的到可能年底或明年初 - 那很多觀光客都會進來 - 我們也要給大家看一些不一樣的文化之類的 - 我們今天也上了一課 - 所以可見它不只是這個獅奶殺手 - 好像在文化這些方面都很有創意 - 真的 - 都很有趣 - 不過不代表我會支持它喔 - 目前為止是65分 - 好 沒關係 - 而且那很嚴格耶 - 因為我剛剛聽完我就覺得其實 - 三重本身真的有非常多的資源 - 只是說我們大家其實真的都不知道 - 因為一直都沒有在行銷對不對 - 我也覺得 - 因為就是我覺得 - 剛剛三重移舟我覺得說 - 為什麼三重移舟其實是一個 - 長戰的事情給我非常便宜 - 三重移舟有9橋 - 俯稱是9橋 - 三重移舟就是不好 - 三重移舟又連在一起共同政務圈 - 其實我們去哪裡都滿便 - 對啊,去台北也很方便啊 - 那就會變成很多一個線況就是 - 我們的人都是外流 - 都出去 - 反正因為這9橋橋全部回來 - 對 -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這9橋橋 - 全部回來我們在那裏洲 - 其實我們的民生生活啊 - 什麼東西就會熱鬧了 - 就是可以繁榮 - 達到以前的OK - 像以前的天台啊 - 我們的上個夜市的觀光啊 - 或是說我們裏洲的一些市場啊 - 然後我們裏洲的一些古蹟啊 - 可以把人帶回來我們這裡 -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 - 嗯 - 對 - 當然也是要凸顯你的特色 - 對 - 對不對 - 就像我們剛剛聊的 - 你說三重移舟名義代表這麼多 - 對啊 - 都在幹嘛 - 我不是說我不喜歡民主勝利這個名字 - 可是畢竟那是我們台灣在民主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歷史的關鍵 - 但是發展到現在我們已經很成熟了 - 所以就應該回到它原來的樣子 - 是不是 - 大家不要每次提到三重民主勝利啊 - 以前早期這個民主運動什麼 - 它那個很久了啦 - 現在應該要強調的是它在地的特色 - 可是我覺得好像這麼多年都沒有去做是吧 - 是 - 就是缺了這麼一點 - 但是我覺得會做得更好 - 其實可以像三重大拜拜 - 起鄉快來了 - 它進入通常疫情的關係 - 可能就沒有辦法 - 辦得像像網民這麼的熱鬧 - 那接著就是再來就是 - 就是我們農曆的八月的部分 - 就是我們做大拜拜 - 對啊 - 那就是其實會有這樣子的 - 就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拜拜 - 其實三重我們都可以串聯的 - 剛好一個在一個春天 - 一個剛好一個在秋天 - 其實就是可以 - 一年可以做兩次的一個結合 - 剛好我們的整個活動其實是可以做得好 - 我覺得如果 - 我真的很想要投入就是說 - 再把整個祭典做起來 - 整個讓三重你都可以好 - 嗯 - 欸我覺得俊傑你真的很好 - 你其實已經有對一整年四季 - 你的規劃都已經想好了 - 其實我之前曾經有想過租了三重 - 然後我就跟我的家人討論一下 - 然後我就立刻丟了一個影片 - 那個影片好像一兩百萬的點閱率 - 然後就是在訪問三重路邊 - 然後結果大家不是就是說三重路是遊民啊 - 反正是這類的 - 反正是很綠安的 - 現在還會嗎 - 就還是有這種感覺 - 然後我覺得希望說正是俊林當選之後 - 大家想到三重 - 是想到就是祭典啊 - 國際觀光這些東西 - 就像大家想到拼頭會想要肯定 - 真的是還滿期待的這一點 - 我覺得我們剛剛聽到他講的內容 - 我覺得都不錯啦 - 可是因為我們又要回到主題 - 就是說畢竟參選爆炸真的 - 然後新生代的青年才俊真的也滿多的 - 我覺得俊林走的路線應該就是一步一腳印 - 因為爸爸是里長 - 所以他覺得他的人設就是很勤勞 - 您能不能再讓我們印象深刻一點 - 如果今天我第一次認識你 - 陳俊林 - 爸爸是里長長得帥 - 然後很勤勞 - 然後咧 - 就等一下會覺得我很欠欠 - 還有咧 - 還有咧 - 不夠 - 不夠嗎 - 是 - 還有咧 - 他就會覺得我很有親和義 - 很想到跟我就是多聊聊天 - 我的感覺是這樣 - 如果今天我認識這個人 - 然後我覺得他還不錯 - 什麼事情都能做的話 - 我覺得你要那種就是 - 你知道有一種人 - 或有一個電話專線 - 就任何事情都能解決的那種 - 是 - 你應該是吧 - 萬事通 - 對 - 我不就需要這樣的人嗎 - 半夜我貓走失了 - 我能夠打給你嗎 - 我打1922沒辦法 - 我可能要打給你 - 是這樣嗎 - 是 - 講一下什麼事都能解決對不對 -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- 我可以吵架 - 當然也是可以 - 對 -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- 身為萬事通的我 - 只要有需要律師 - 我就介紹律師 - 需要醫生 - 還要完全的來協助你們 - 所有的問題 - 就是三重 - 如揪的萬事通 - 比你的健保 - 那個你知道 - APP還厲害 - 什麼事都知道 - 比如說 - 要去吃米粉的時候 - 它就一個地圖給你了 - 之類的 - 或者是呢 - 你家實在買不到快摘 - 它也會給你一個Google地圖 - 告訴你說 - 去那邊排應該可以排得到 - 是這樣嗎 - 是 - 我真的有時候做這樣的服務 - 對 - 可能他們有任何需求的問題 - 比如說最近哪裡有快摘 - 我們真的會 - 我們團隊就會整理 - 我們已經打過電話 - 哪裡有快摘 - 今天是有開賣的 - 趕快請你們去 - 去分享給你們 - 讓你們趕快去排隊 - 所以我們會先做這件事情 - 然後真的沒有辦法出門的 - 我們就會想辦法去協助 - 你真的找不到的人 - 然後我們該怎麼方法 - 我們就去實際的去協助到他們 - 要給大家承諾囉 - 真的 - 因為我做的感覺 - 距離已經就是做得非常好 - 因為其實我之前 - 完全是完全沒有電力被指的 - 然後我已經會覺得說 - 那些二代啊 - 就是感覺都不流汗 - 你知道嗎 - 就是永不流汗的感覺 - 可是我就覺得 - 就是他一直給我的感覺 - 就是真的都是曬的黑黑的 - 然後讓我一直覺得很輕鬧的感覺 - 就是他就是不是像 - 我覺得很穿紅那種二代 - 我覺得這是一個他真的很加分的地方 -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其實 - 因為我之前有當過議員主義 - 就是真的是有說之前防疫的時候 - 真的很像是 - 那種叫做 - 防自殺專線的感覺 - 就是因為真的很多的卷民會聽到說 - 他最近真的很糟 - 然後你要去管家 - 會講你們抱怨 - 對 很多的情緒 - 那你有準備好嗎 - 就在這一塊 - 會有很多滿山難骨刀 - 如果說到時候又有一些事情 - 尤其你又說 - 其實媽媽都還蠻信任你的 - 可是媽媽有各種問題啊 - 如果他今天 - 尤其是你知道 - 大神都有的時候會誰誰的 - 你覺得你自己 - 能夠管控好自己的情緒嗎 - 可以啦 -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- 只要就是 - 要耐得住反內 - 我覺得是解決問題啦 - 我們不是製造問題 - 當有人進來 - 我們就是要把它解決好 - 那解決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- 不會是對方的問題 - 那就是代表我們自己 - 哪有地方不足 - 我們趕快去改善 - 對 - 那就是在解決這件事情 - 我會跟團隊一起討論 - 那怎麼樣去 - 可以實際到行動當中 - 即使沒有辦法完全 - 但是一定會有 - 所謂的沒辦法完全是可能太難 - 就可能說 - 因為現階段的我非 - 現任意願 - 確定我達不到這件事情 - 但是我有會請別的 - 就是現任意願來做協助 - 對 - 就可能會找一些 - 我可能既有的好朋友 - 然後來幫忙 - 把這件事情處處完全 - 這樣子 - 好 接下來呢 - 大家都知道嘛 - 通常聖美姐 - 都會給她一個 - 你知道 - 就是殘酷的考驗 - 是 - 講了這麼多 - 她提到各種三重無咒狀況 - 我覺得還不錯 - 是 - 65分 - 算及格了 - 謝謝 - 但是呢 - 我還是要問這一題 - 就是說 - 面對強敵環似 - 是 - 這我就不用一一點 - 你有誰有誰了 - 是 - 你要回答我兩個問題 - 第一 - 講了很多嘛 - 但你只要整理一下 - 一兩句 - 你覺得你的優勢是什麼 - 你有信心嗎 - 來 試一下 - 我有信心 - 大聲一點 - 我有信心 - 對 - 不用口罩賣賣 - 我有信心 - 因為就是我的優勢 - 那你比其他候選人 - 不一樣的是哪裡 - 其實我其他 - 就是我比 - 相較之下 - 其實我真的 - 第一個勤勞 - 然後再來就是 - 我一定 - 就是會 - 用我最有耐性的心態 - 然後跟所有 - 想要解決問題 - 想要改變 - 所有的任何的狀況 - 那來跟民眾 - 做一個最基本的互動 - 我不會讓民眾跟我之間是有距離感 - 我會讓很貼心的 - 讓他知道你需要什麼 - 你想要我怎麼樣來協助你 - 這些第一件事情 - 如果你們真的有來拜國陳情愛 - 我不會說這個東西就會 - 很多人是 - 我可能沒有辦法協助我 - 做不到 - 什麼之類的 - 我都會試著 - 我都會試著想辦法去協助到他們 - 這是第一件事情 - 那就是說 - 在所有的目前的所有的競爭對手 - 就是說 - 藍綠都有 - 那心血 - 也就是要注入我們三重無洲 - 其實這次三重無洲很多的 - 新鮮的政治人物出來選 - 那其實他們都有點政治背景 - 我以為我比較特別 - 我真的是一個政治樹人 - 所以我沒有什麼官僚氣息 - 雖然我父親是領長 - 但是我父親是最基層的這個單位 - 跟民眾最天靜的 - 所以 - 這是我的優勢 - 所以我可以跟民眾很天靜 - 我不會有什麼官僚氣息 - 只要你有任何需求 - 你想要協助 - 我一定會進我自己 - 親密新聞 - 其實我父的簽證 - 其實我團隊準備好 - 而我團隊準備好 - 我團隊是可以 - 來幫我協助所有的事情 - 只是就是說 - 但我自己來 - 我一定會親自先去 - 讓你了解所有的相關的事情 - 然後再交給團隊 - 來做解決 - 跟完善 - 我幫他翻譯一下 - 他講了這麼多 - 有一次我媽媽聽不懂 - 他是說 - 他是沒什麼背景 - 所以也沒包袱 - 就是這樣 - 雖然最素 - 但是最 - 就是說 - 最沒有包袱 - 對 - 那其實就是在這個 - 在這個過程當中 - 其實我們在一個公立選區的 - 其實有一個 - 他黨的 - 我們一開始也是 - 大概去年9月份 - 我們算是最早 - 就是這批新人 - 最早來接觸民眾了 - 然後我們也是 - 就是我覺得 - 我們成為一個 - 所謂的良性競爭 - 就是我們從一開始的 - 不認識點頭 - 一直到現在 - 我們都會互相的交換資訊 - 然後因為他們的 - 其實講真的 - 他們的政黨比較成熟 - 然後有很多事情我們會看到 - 他們的優勢 - 然後來修改自己的落實 - 然後就是一直 - 用良性競爭的方式 - 來做一個 - 我希望我們未來的一個政治 - 就是用良性競爭 - 然後真的想要讓台灣 - 我們的地方 - 越來越好 - 這是我想要做的 - 不是說一些 - 一些比較 - 一些惡性循環 - 像以前的 - 舊的政治的文化 - 然後真的是 - 注入一些 - 新的不一樣的思維 - 然後來改變我們的地方 - 這樣才會進行 - 感覺你也很像你們主席欸 - 小白兔 - 誤入了一個叢林 - 但是下去了就下去了 - 是這樣吧 - 其實繼續 - 其實我之前有參加過 - 巨年的參會 - 然後我那時候 - 跟現在對臨 - 聽完一整個 - 我覺得對的觀感 - 還是有蠻大的改變 - 因為其實那時候 - 我就覺得說是一個高復帥 - 現在我覺得至少 - 因為有高復帥嗎 - 因為有高復帥嗎 - 有高高 - 因為真的是一個腳踏實地 - 而且真的很願意去傾聽民眾 - 然後真的是願意幫我們 - 就是已經準備好 - 就是要傾聽那個 - 淮山倒海的名譽 - 我覺得你都已經準備好了 -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是 - 因為我不是在籍的 - 但我覺得如果我在籍的話 - 我真的會同你一高 - 謝謝 - 我希望是大家都可以 - 好好的支持軍領 -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是已經準備好了 - 而且軍領的團隊 - 真的是一直都非常多人 -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個 - 非常成為團隊 - 雖然他還 - 就是還不是一個議員 - 可是我覺得他已經 - 就是各方面都已經準備好了 - 對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- 謝謝 - 我準備好了 - 我團隊準備好為大家而戰 - 對 - 為你們大家慈悟 - 大家都知道面具師太也像 - 就是比較嚴格 - 是 - 但是我覺得今天 - 駿林給了我們一個功課 - 就是說原來三重的蘆洲 - 你不要用一個既定的印象說 - 啊他現在房價很貴 - 啊他現在交通很優塞 - 之類的 - 其實三重蘆洲 - 它的在地文化 - 也等待你來發掘 - 等待我們大家一起 - 把這個在地的文化 - 做得更完整 - 我覺得這一點 - 倒是給了我一個新的想法 - 我覺得這也蠻不錯的 - 不過話說回來 - 面對這麼競爭的一個環境啊 - 最後可不可以用一句話 - 告訴選民說 - 我為什麼一定要捧你 - 三重蘆洲 - 從您開始 - 從我陳俊玲 - 開始做起 - 四分姐 - 給過嗎 - 呃 - 六十分 - 還可以跟我講一句 - 我通常呢 - 會幫候選人想一些 - 就口號 - 是 - 我再三強調 - 我真的就是民眾黨 - 不是民眾黨 - 民進黨 - 都不是 - 話外之名 - 陳俊玲啊 - 而且剛剛提到就是萬事通 - 也就是說 - 二十四小時都等你 - 你有任何問題 - 你就找他 - 就對了 - OK - 這樣不是什麼私人感情啊 - 什麼之類的 - 不是說都可以嗎 - 都可以解決了 - 都可以解決了 - 你看我們兩個都為了他吵架 - 不會啦 - 那我覺得我們再期待下一集 - 下次應該還可以請到GINY對不對 - 不是啊 - 下次要帶我們去那個什麼廟了 - 對對對 - 我們下次可以做一集 - 是不是 - 這節目可以做一個實驚秀 - 下節目可以做一集的 - 可以了 - 可以了 - 我們下次見囉 - 拜拜 - 拜拜 - 阿倫 -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